欢迎收看屈机观察 众观环宇 洞察先机 我是吴俊鱼大宇 自从上一集透露了大宇以前是警察之后 很多观众都说猜不到 没办法啦 一升级了做爸爸之后 就有一股神奇的发福力量 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怀念在警队的日子 所以最近就以关外队队长的身份 乱同警队参与了一场跨部门的紧急事故演习 无疑尿屋区发生了大型火警 如何重胖协助支援的工作 我们演习是救急扶危 在自己家里进行 但美国的演习就是山长水远 来到我们家门口进行 近期亚太地区的局势十分之严峻 主要就是美国动作不断 美国 韩国 加拿大的军队 将会在9月15日开始黄海大规模军演 以纪念人村登陆73周年 和美韩同盟建立70周年 这次美国派出的美国号准航母 预计将会进行大规模的两棲作战演习 由于演习的地点在黄海 已经是逼近中国的渤海 直接是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另外拜登目前正在越南进行访问 宣布美越关系连跳两级 美国明显是企图在南海上面栽扶植一个跳板 以进一步插手南海 乃至台海的局势 结合美加战艦近期过航台海的情况来看 美国已经毫不掩饰它善风点火的意图 对于美国有针对性的左右开工挑衅举动 中国有必要作出回应 近期解放军启动一系列海上军事行动 明显是要展示维护和平的决心 是对美方挑衅有力的回应 英国《金融时报》12号的一篇报导 标题是 中国海军将在太平洋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文中写到 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攜同二十几艘大型战艦 已经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集结完毕 这个演习的区域介乎在菲律宾东部 台湾岛的东南部和关岛西部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今集大约跟大家讲讲 中国摆下擂台和美国正面硬抗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大家记得订阅VGTV 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不够半年的时间 山东南坐一次穿越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这个壮观的场面就被卫星捕捉到 呈现在世人眼前 解放军海军集结了三个艦群 其中除了山东南从巴士海峡出西太平洋之外 解放军的另一支艦队就从东海方向南下 并且从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 预计可能会跟山东南回事 这支艦群主要包括了三艘052D驱逐舰 一艘052C驱逐舰 两艘054A湖违南 还有两艘现代级驱逐舰 从这个编制来看 我们就见不到有055大区 有可能055大区是参加其他任务 亦有可能055大区在其他方向 五派翠会接着加入山东南的战斗群里面 而且既然海面上的艦群这么壮观 亦有可能水底有解放军的常规潜艇 乃至核潜艇参加阴致的训练行动 另外在日本海方向 解放军北海艦队的055型驱逐舰 毛石号 也带领着另外两艘船 在相关的海域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行动 综合来看 近期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可以说是兵分三路 往不同的方向派遣艦队 而这些艦队自然也肩负着使命 不单从战术上要体现战斗力 而且从战略布局上也要体现面向实战 练兵避战的意义 台湾防务部门的消息显示 山东南这次的航线是紧贴着宝岛 最近距离台湾岛南端俄联臂 大约只有60海里左右 相当于大约111公里 以至于岛内的媒体声称 大陆航母第一次如此靠近台岛 而除了山东南之外 台军还宣称已经记录到 20艘解放军战艦混习台海 这些艦艇很可能是与山东南协同行动 可能会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训练 似乎也是台海区域第一次出现 这么多的解放军海军战艦 另外台军还宣称跟踪22架次的解放军军机 其中包括空警500这个空中指挥平台 以及是殲-16战机 而且解放军的军机有13架次 是横跨了已经不存在的所谓海峡中线 台军声称已经通过飞机和导弹系统进行密集的监控 山东南这次的贴近台岛航行很为意义重大 因为体现了对台海制空拳的全面掌控 因为从前面的消息来看 我们已经知道山东南一度抵近台岛附近100多公里的海区 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岛内台军反栏导弹的覆盖范围 但解放军的山东南明知山有虎 偏向釜山行 展示的就是充分的自信 以及强大的侦测防御能力 如果台军够胆开一枪 山东南自然也有能力去应对 而山东南既然是出海训练 必然要带足够的殲-15岛再战机 殲-15作为一款重型战机 它的作战半径十分可观 关于殲-15的作战半径 大家可以参考俄罗斯海军航空兵的苏-33战斗机 苏-33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大约是1100公里 这个标准已经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台海区域 这次山东南的行动也体现出 进行战区的能力 还有覆盖台岛的能力 还有对台海局势全面掌控的能力 刚才提到解放军的军舰兵分三路 一路往日本海方向 另一路从东海出发前往太平洋 最后一路从南海进入太平洋 这个艦群布局体现了面向实战的战略意义 因为我们都知道西太平洋的局势非常复杂 不单止有美国力量的存在 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甚至还有菲律宾 而台岛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 所以如果考虑到未来有军事行动的需要 这样就需要做相应的军事战略布局 可以说在整个西太平洋 中国海军已经是出动了最强的战力 不具任何敌对的势力 必须要指出的是 这次中国海军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 它的指向性亦非常明显 就是在上星期美国第七艦队宣布 将会联合加拿大和韩国 在9月15日至9月25日期间 在黄海海域举行大规模的 联合两棲登陆演习 这次美加韩联合军演 名义上就是所谓的人村登陆73周年 和美韩同盟建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实际上就是汉装武剑意在佩功 意图试探中国海军的战力 中国海军必须要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击 消灭它任何非分之想 从这些迹象来看 很有可能在未来 如果解放军需要在台海用兵的话 美军就会拉拢其他盟友军队 进行各种挑衅 甚至乎介入 这个时候解放军就需要发挥它的作用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布局 牵制 威胁 以及确保主要的军事任务得以完成 这个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因为黄海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 它距离我们中国的京津老地区 和山东省只有三百公里左右 此外美国多年来 都没有在这一片海域进行海上演习 令到很多人对今次的演习目的 和挑衅的性质提出移民 然而尽管美国选择在黄海进行多国联合演习 可能意味着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威胁 但从实际执行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行动似乎只是虚张声势 因为美国的水面力量在黄海对中国 是构成不了任何大的威胁 亦都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就是战略位置 美国派出的主要水面舰艇 仍然是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虽然这种两栖攻击舰 可以搭载二十架第五代的舰载机 可以进行海空作战 但对中国来说 它在黄海的出现并不构成威胁 黄海距离中国太接近 甚至在中国的反舰力量不动用的情况下 就足以对这种两栖攻击舰队的偏对形成威胁 因此派遣两栖攻击舰再配合几艘驱逐舰或护卫舰 在黄海转个圈似乎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第二就是武器装备 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不具备搭载战车 进行两栖作战的能力 只能够释放甲板上的直升机 或者是第五代的舰载机进行空中作战 这种作战方式对于倒序来说是有用的 但对于中国一个拥有这么广阔海岸线的大陆来说 并不适用 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美国不太可能派遣两栖攻击舰前来执行任务 这是不现实的 因此可以明显看到尽管美国发布了 会在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消息 但这次的演习可能只是象征性的活动 缺乏实际的行动 另外在九月下旬 美国和韩国将会举行 《月之自由之盾》的大型军事演习 这个演习自在应对多个地区 同时爆发冲突 战争迅速升级的情况 这就表明美国非常重视并认真地对待这次演习 因为美国还出动了B1B战略轰炸机 引起了高度关注 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这种轰炸机攜戴的 AGM-158巡航导弹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巡航导弹之一 具有出色的隐身性能和射程 可以直接攻击中国内陆的目标 鉴于这种的导弹威力和它的隐身性能 目前还没有国家能够完全拦截它 因此美国和韩国在黄海举行军事演习时 所使用的这种导弹 将会对中国形成一些压力 相比起派遣两栖攻击艦来转圈 美国这次演习所使用的装备才是真正的威胁 亦都是美国军方的杀手简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和加拿大计划在韩国慶祝仁川登陆73周年 和韩美两国结盟70周年的背景下 在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尽管有人担心这次演习 可能是对中国构成威胁和挑衅 但大于认为实情是可能并非如此 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国际军事演习 并不一定意味着即将爆发军事冲突或战争 演习是国际社会保持战备状态 提高军事准备和合作的一种方式 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 志在应对多种潜在的威胁和危机 而不一定是对中国敌对的举动 因此在分析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 我们应该谈慎地对待 避免过于恶化这个局势 美国除了派应军舰来到黄海之外 美国在它本土也进行了一个行动 威胁性就更大一点 美国国防部网站就宣布 当地时间9月6日 美军进行了一枚非武装状态的 民兵三洲制弹道导弹的视射 并且已经提前通知了俄罗斯政府 都是六规矩 我们来看看美国怎样说 五角特夏就说 这次的试验是例行性的 提前了几年已经安排了 目的就要展示美国核力量的战备状态 但是这已经是美国今年 第三次试射洲制弹道导弹 虽然可以理解为 是美国太空军的例行公事 但是又巧巧在南海 朝鲜半岛这几个地方 出现紧张局势之后 就立即发射民兵三 正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所说 美国在军事上是无所畏惧的 但他最怕的就是战火蔓延到他本土 因此美国通过在中国周边 举行军事演习 试图施加压力 迫使中国采取防御性的立场 然而中国不应该仅仅限于被动的防御 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进攻策略 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中国也会考虑一下 组建韩武战斗群 前往美国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以传递回应美国军演的讯息 这种对等回应将会向美国表明 如果够胆开战的话 战火很可能会燃烧到美国本土 这样就会令美国认识到 置身事外的机会不大 以免对来自美国的威胁和挑战 我们国家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军事准备 所有军人都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 如果美国越界将毫不有意地进行反击 就正如我国海军代表戴玉表示 如果讲道理有用的话 那要军队来做什么 在过去的历史交战当中 我国都是取得胜利的 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当中 我国一百多名志愿军 在对抗美国等17个国家的时候 都不落下风 而在1979年的对越智慧反击战中 我国再次战胜了美国 2016年的南海海牙国际仲裁事件 更加令到我们国家距离战争 是最近的一次 面对着美国两个航母和大量的军舰 飞机的威胁 我国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 展现了强硬的态度 当然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 对我方是有利的 目前在整个的西太平洋上 是没有一艘美国的航母 山东舰是唯一的航母存在 根据之前美军的公开讯息 美军部署在亚太区域的列根号航母 目前就已经回到横衰河 展开了例行的保养 而第七舰队的美利坚两栖攻击舰 亦停靠在佐世保军港 暂时没有办法出动 可以说没有一艘美国的航母 在西太平洋海上活动 而没有航母的美国海军 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 最后大于想说 在今天的西太平洋 美国海军一家独大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美国够胆在中国家门口生事 中国海军、火箭军、东风快递 一定会为美国人重新定立规矩 这里是屈机观察 我是蒋如大鱼 我们下集再见 剪输盐 感谢观看